就在五都选战紧锣密鼓的同时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挣钱换将 宣布市府团队的三名成员 包括了副市长李永平 顾问庄文思还有秘书任孝琪 这三个人请辞获准 而我们知道这三个人先前曾经被国民党立委形容为四人帮 对郝龙斌的选情会有负面影响 而李永平今天本人则表示 他没有处理好新升高以及花博危机 愿意负起全部的责任 新升高采购及花博风暴延烧 台北市长郝龙斌傍晚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市府人事调整 同意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顾问庄文思和秘书任孝琪请辞 我会透过这次的人事调整 重整事务团队重新出发 从目前来讲我们团队重整以后 最重要就是我们马上会拴紧螺丝 郝龙斌强调他们的请辞跟选举无关 而是他考量各方意见之后 决定重整市府团队重新出发 而李永平也将他个人的请辞和选举划清界限 我在危机控管上这个工作没有做好 让市政府还有市长本人受累了 那我深深的感到不安 都说是为了市政考量 但日前又为何在国民党内复选会议上落泪 李永平提出解释 外界却对花博有很多不实的污蔑和批评 我是提到这个部分感到非常的伤感 花博风暴加上新升高弊案 的确让好团队倍感压力 请辞的李永平 庄文思汗 任孝琪 还有人在位的法规会主委叶庆元 就传出曾被党内立委和议员形容是四人帮 让郝龙斌陷于这少数幕僚的决策 不立危机的化解 现在郝龙斌批准了这三位核心幕僚的辞呈 又找来台湾营建研究院院长李贤亨 高铁董事长欧靖德 文化界人士戴胜川等五人 组成了花博总体检顾问团 全力拼花博 团队重整能不能提振选情 就看新人士能不能带来新取向的 记者王岐如 陈信龙 台北报道